大家好,我是舒香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播出于2023年的高分日剧 重启人生又名刷新生活 订阅舒香哥 点赞本视频为我们的更新助力 故事开始 平平无奇的早晨 马美用早餐时母亲督促她该去看看奶奶 顺便给爷爷扫墓 马美答应了下来 这时妈妈发现时间有些晚了 马美只好让妹妹小瑶送自己上班 在路过路口时 他们遇到了准备去公园玩的樱花班小朋友 突然小瑶看着公园的电话亭赶开起来 这么多年电话亭也不见了 路上妹妹询问马美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马美却觉得现在自由自在 一切都是美好的生活 小瑶对姐姐的回答也十分赞同 甚至还将爸爸藏在鞋盒的私房前也说了出来 到达市政府办公厅 开完早会后大家都进入了工作状态 这份工作十分不轻松 每天要面对各种各样发牢骚的人 甚至还会有车领子的现象 所以办公室常备需要更换的白衬衣 中午休息时她会和同事到拉面店 吃一碗热乎乎的中华料理 和同事吐槽一上午遇到的奇葩故事 到了下午又要紧张地进入工作 就连寝室一只自动铅笔都要经过层层上报 马美和同事在茶水间休息 但她实在不好意思告诉同事 她正在用别人的杯子喝水 到了晚上她跟闺蜜一月两次的聚会开始了 今天正值小美的生日 马美和小夏贴心地为她准备了领悟 马美看到小夏悄悄地瞥了眼旁边 小声地问她是不是在期待带着冷烟花的蛋糕 小夏看着两人大方地承认 马美告诉她前几年这样做的时候 她略显尴尬 所以今年就没有准备这个环节 虽然没有烟花 但小美对朋友的陪伴和礼物还是很开心 说着小美从钱包里拿出了三人的合照 那是小时候三人一起拍的大头贴 奇怪的动作让几人十分怀念 不知怎么话题转到了 当年学习最好的同学真理身上 马美这才知道真理现在变成了飞行员 几人感叹这才是优秀人该做的事 上学时真理不光学习好 运动艺术甚至性格都挑不出毛病 不过正是这些优秀 他们都觉得真理有些难以接近 小夏还觉得真理仿佛是在过第二遍原生 九足饭饱之后 马美提一一起去拍大头贴 三人回到以前的地方 拍了和上学时一样动作的大头贴 意犹未尽的几人随后决定再去KTV放松一下 当他们走进店里 意外发现店员竟然是自己的老同学小福 时隔十三年再相见彼此都十分高兴 很快小福就为他们开好了房间 巧合的是这个包间 正是当年他们成人礼后聚会的包间 说起小福他们还依稀记得 当年他唱过《粉雪》这首歌 这时小福敲门走了进来 为他们送上三杯饮料和一份薯条 见到许久未见的朋友 小福决定送他们一份薯条 准备吃的时候三人开始讨论 小福毕业后去了哪里的问题 但因为彼此都没有联系 只能依稀从别人嘴里得知 小福的歌唱之路并不顺利 由于刚刚吃得很饱 几人对送的薯条有些吃不下 马美想了想对朋友说他真的感觉吃不下 这句话引起了朋友的共鸣 可一番心意剩下也实在不太好 如果真的想赠送不如直接免掉饮料费用 接着小夏想起前一段时间和同学小静见面得知 小静和小福毕业后就结了婚 因为小福的音乐梦无法顾及家庭 小静不堪折磨四年前提出了离婚 小福似乎也在前不久和同事凤子成婚 听到这个消息马美非常惊讶 聊着聊着几人决定进入唱歌环节 他们唱了当下十星的歌曲 也唱了他们那个年代的老歌 唱完一首和传呼机有关的歌曲时 马美才想起来这似乎是那个年代的联系工具 小夏告诉马美 要用公共电话拨打传呼机号码留言才可以用 后面又出现了可以发短信的小灵通 很快包间的时间就到了 好笑的他们唱到一半感觉饿了 吃完赠送的薯条竟然又点了一份 三人在回程的车上还在意犹未尽地唱歌 歌曲的名字又让他们想起高中的老师 人送外号三田金刚 说起他马美可是记忆深刻 因为他新买的GBA游戏机就是被三田没收的 这时小美告诉朋友 三田很久之前就已经从学校辞职 听说是惹出一些麻烦导致的 马美和小美顿时觉得大快人心 毕竟人品这么差的老师早晚都会出问题 只是可惜了自己的游戏机 在路过便利店马美想买东西 于是几人又在便利店门口聊了起来 几人笑着商量将来等他们老了 也要像现在一样一起去养老院 时间太晚小美打算开车回家 马美觉得吃得有点多想要不行 于是拒绝了小美送自己回家的打算 走路时她拿出纸巾想要擦手 不料纸巾被风吹到了路中间 她想要去捡起十一辆汽车急驰而过 马美再次醒来发现自己在一个白色的空间里 她仔细观察周围 隐约看到一个咨询处便跑了过去 工作人员得知她的来意 递给她一张表填写身份信息 随后对照表哥找到了马美的档案 仔细观察后向马美介绍了投胎的步骤 男人指着左边的门告诉马美这是来世之门 马美偷偷地问工作人员 想知道她来世会转生到何处 男人看了看档案说道 马美来世是威地马拉的大士一兽 话刚说完马美愣了一下 当看到男人递来的照片更加头大 男人继续告诉她 结合她上一世的功德 这一世只能是一只动物 马美一脸不可置信 便问男人有没有其他办法 男人告诉她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转世 重新再过一遍经世好好积攒功德 马美听到这个选项坚定地走向了右边 再一睁眼她成为了刚出生的婴儿 作为带有前世记忆和技能的她 这一世从婴儿开始实在有些委屈 所以她只好从吃腐蚀和走路开始 慢慢展示自己的实力 很快她上了幼儿园 在幼儿园里展示了她作为大人的写字水平 获得了老师的夸奖 和朋友玩游戏时也不再抢着扮演美少女 也学会了随时保护环境 在路过花丛时也没有像上一世一样 和同学一起偷吃杜鹃花蜜 不过这次重生她似乎发现了一件新的事 林奈的父亲最近似乎和杨子老师走得很近 两人在门口谈笑风生的画面 让她想起上一世的这个时候 林奈突然改变了姓氏 甚至还退学搬了家 同一时期杨子也从幼儿园辞职 这么看来林奈的父亲似乎和老师产生了婚外情 越看她越觉得林奈的父亲恶心 于是她跑上前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林奈的父亲健壮也只好离开 往后的几天她都用同样的方法破坏两人独处 但这次她上完洗手间发现 林奈的父亲递给老师一张纸条 她的捣乱似乎要失败了 心急如焚的她跟着老师来到办公室 偷偷地从抽屉里拿走了那张写着电话的纸条 又随便写了一个号码放进了抽屉里 晚上她开始头疼该怎么阻止两人 看着电话突然想起小美说过的传呼机 于是她在父母熟睡后悄悄地起床 想要用家里的电话拨打传呼 又担心会显示来电号码 所以她决定出去寻找公共电话 正当她在路口寻找时 想起了妹妹说过的公园里的公共电话 她在心里默默地夸赞了还未出生的妹妹 随后用小短腿往公园走去 好不容易来到电话亭 准备拨号的时候发现要用钱 她只好离开公园回到家里 可家里的钱放在哪她也不知道 这时她又想起妹妹说过爸爸藏私房钱的地方 再一次忍不住夸赞了妹妹 接着果然在皮鞋里发现了零钱 她来到公园顺利拨打了传呼的电话 任务完成就在她离开时遇到了意外 巡逻的警察发现了她 为了不被发现马美转身躲到了车子底下 等警察走后她开始了遥远的回家之旅 不过她做了好事应该会积累不少功德吧 在这样的想法中她慢慢闭上了眼睛 很快马美就暗时上了小学 妹妹小瑶也作为新成员来到了家里 这一世似乎和上一世没什么区别 出门时她还保留着捡起垃圾的习惯 在路口遇到了同学小静 如果非要说不同的话 上一世搬家的林奈因为她成功阻止了父亲的婚外期 和他们上了同一所小学 带着上一世的记忆 马美在小学的学习中十分轻松 和小夏小美也成为了好朋友 三人依旧和真理保持距离 放学后三人像以前一样 凑在一起讨论电视剧的男女主角 也会收藏时下最流行的贴纸 马美看着本子上心爱的贴纸纠结 她既想要小夏的稀有贴纸 又十分心疼自己心爱的贴纸 还好朋友之间可以互相谈判 不过小夏似乎更想要她的毛毡贴纸 就这样三人打打闹闹来到了小学六年级 那时候流行写同学录 非常多的朋友为马美填写了同学录 这一世她决定好好收藏 到了六年级的马美进入青春期 叛逆的情绪让她看到爸爸就莫名烦躁 甚至比第一事实更加强烈 虽然她也明白这样不好 但在尽力忍耐后还是会忍不住烦躁 升学后还会遇到一个人 那就是马美最讨厌的三田老师 此刻三田正在课堂上批评学生 马美看着三田一脸的鄙夷嫌弃 第一事发生这种事她沉默了 这一世她决定站起来反驳 本来事情很快就会过去 马美出头的长篇大论 三位同学喜提办公室老师谈话的机会 面对同学埋怨的眼神 她只好小声地道着钱 时间过得很快 在暑假时马美的城市开了第一家商场 她和闺蜜们相约来到了商场 三人拍摄了和第一事一样的大头贴 所有的事情仿佛都没什么改变 在上课时三田也像上市那样 发现了马美藏在桌洞里的游戏机 面对她震惊的眼神 三田坚决地没收了游戏机 青春期除了烦躁还会有恋爱 虽然上一世她有着暗恋对象 可再来一次她的心智已经成熟 无法再把同学当作同龄人看待 而小学是因为课程简单成绩第一的她 也在上了初中后逐渐吃力变成了第七 第一是聚会时谈论的同学真理 也不出意外地成为了学生会会长 很快马美就已比上一世略好的成绩 成功升入了女子高中 顺利的高中生活结束 她也考入了和之前一样的大学 只不过这次报考的是医药专业 还在食堂遇到了上一世的男朋友 大一时两人开始交往 毕业两年后因为男友赌博而分手 现在马美看到她也毫无波澜 小美在大学时顺利地考取了驾照 和以前一样开着车带她和小夏一起出去旅行 三人因为有了小美当司机 在旅行中更加快乐 很快马美就迎来了她第二次的成人礼 她盛装和朋友来到了礼堂 在会长讲话时一个男人冲了上去 以奇怪的动作来吸引眼球 很快她就被带了下去 而她的做法也引起了其他人的虚声 只有马美知道这件事上一世也发生过 成人礼结束大家都换了长服 并相约来到了KTV 当她看到上辈子初中暗恋的家藤 变成了大胖子 她有点庆幸这一世没有喜欢上他 小福也像上一次一样 对唱歌充满了热情 唱歌时其他同学都怂恿小福 去参加歌唱比赛出道 这次她也记住了 小福唱的不是粉雪而是失落的太阳 看着同学的夸奖马美在心里开始犹豫 究竟该不该告诉小福她不是唱歌这块料 在小福唱歌时她按下了暂停键 马美鼓起勇气拿起话筒 说出了很多打击小福的话 希望她能明白 思绪回到了现场 马美否决了刚刚的想法 最终她决定等小福唱完再私下归权 这时她又想起小夏曾说过的 小福歌唱之路受挫离婚后 遇到了现任妻子的事 如果现在阻止小福 可能就不会遇到她的妻子 想着想着她决定顺其自然 也开始沉浸在小福的歌声中 轮到嘉藤时马美嫌弃地看着她 原来粉血是嘉藤的歌曲 大学毕业后马美成为了药剂师 她在药学部学习了六年 再经过两年的培训 最终被分配到离家二十分钟的药房 早晨大家轮流开门 衣着也是白大褂衬衣和裤子 上班前将所有的仪器打开并检查 没有问题就可以正式营业 由于配药的步骤需要层层确认 很多患者会因为时间长而抱怨 但对于身经百战的马美来说 都可以轻松解决 忙碌的工作也使得她只能抽空吃饭 这时她收到了妹妹小瑶的短信 妹妹提醒她今天是爸爸的生日 在得知妹妹为爸爸准备的礼物 是头皮按摩椅 来不及回复的她又急匆匆回到了工作岗位 下班后马美飞速地去商场 挑选了一款肩颈按摩椅作为礼物 在列车到站后她发现了熟人 学生生涯最讨厌的老师三田金刚 她立刻拿出手机录了视频 打算在下次聚会时拿给闺蜜们看 突然一个女人抓住了三田的手 大声呵斥她摸了自己 虽然三田极力辩解 但女人并不相信并且恳求周围人报警 马美想起小美曾说的三田因为一些事情辞职 大概也就是这件事吧 列车到站三田被押送着下了车 看到真相的马美始终在犹豫 该不该说出真相 虽然中学时她十分厌恶三田 但内心的善良还是让她冲了出去 她叫住了警察并拿出手机视频替三田做了证 而真正作为所事的那个人 正是她上一世的领导骨口 警察看着行驶列车认为人应该已经跑了 没想到马美却告诉她这人在市政府上班 女人和警察离开后 三田来到马美面前致谢 当看到是自己曾经教过的学生 再相遇三田也十分开心 三田问马美为什么要拍摄视频 这个行为应该属于盗舍 马美有些尴尬的回答是因为见到老师 想和朋友分享才进行拍摄 随后向三田表示了歉意 不过三田认为没有她的拍摄 自己也不会喜情嫌疑 哈哈大笑让马美显得更加尴尬 事后警察也根据她的线索成功将骨口抓捕归案 甚至还上了当地的报纸头条 而爸爸在家也十分享受两个女儿送给自己的礼物 这时门口传来了敲门声 马美开门后发现是三田老师 原来三田特意来为那天的事情致谢 三田告诉马美 自己前不久刚刚结婚 妻子也正怀着身孕 如果不是她自己无法想象以后该怎么办 接着将袋子和一个信封递给了她 马美打开信封一看 原来是曾经被没收的游戏机 她顿时有些感动 这么多年老师竟然还留着 饭后休息时她开了游戏机 当她沉浸在游戏机可以开机的喜悦中时发现 新买的游戏竟然全部被通关 果然三田金刚玩过了自己的游戏机 马美在工作几年后 又调到了离家几十分钟路程的配药房 这使她又能多睡几十分钟 早饭时马美提出周末想去看看外公 并邀请小瑶充当司机一同前去 马美骑着自行车来到药房 换衣服时正巧前辈龚刚也进了门 她对龚刚的印象很好 做事稳重礼貌待人 但有一点讨厌的是明明她是第一个道 却偏偏要等其他人开门 由于新药房离政府办公厅很近 在午休时她会经常到上一室上班时的那家店吃饭 不同的是曾经一起吃饭吐槽的同事 现在变成了两个人 聊天的话题却比马美在时还要轻松 这让她心里有些不爽 周末小瑶开着车和马美一起回乡 小瑶不明白为什么姐姐突然这么年外公 只有马美知道 上一室在这个时候 外公的身体开始变差 最终在两年后去世 这一室她想尽可能多地陪陪外公外婆 在外公家马美十分放松 这时她注意到外公吃药正在用茶水送服 她立刻制止病嘱咐以后只能用温开水服药 接着她发现外公的药理 有两个种类是不能在一起服用的 她突然意识到上一室外公身体突然恶化 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随后她展现了自己身为药剂师的专业 让外公暂时停了药并去了药店确认 得到药物确实不能一起服用的消息 她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而外公也因为换了新的药 几周后身体逐渐好转 在家吃饭的马美听到这个消息十分开心 她觉得这件事是这辈子做的最完美的一件事 虽然如此 但还有一件事埋在她的心里 在药店等待结果时 她翻开一本书看到 上一室的男朋友因为这是没有交集 竟然成为年销售十亿的企业家 马美越想越觉得离谱 很快重启的人生来到了第三十三年 上一室马美也是在这一天死亡 流程和上一室没有什么区别 小美的生日依旧没有准备冷烟花蛋糕 大头贴的出现也依旧让三人怀念着曾经 正在三人沉浸在聊天中时 意外遇到曾经的朋友林奈 这也是因为她阻止了林奈的爸爸出轨 林奈顺利地和马美上了同一所小学和初中 当得知林奈交了男朋友 几人起哄想要看看照片 林奈娇羞着拿出照片 马美发现竟然是药房的同事公刚 林奈说公刚曾经是她工作的前辈 离职后一直没有联系 直到四年前在公布新年号那一天 她来到孟安吃饭又遇到了公刚 两人聊着聊着就发展成了恋人 马美听着林奈的话有些欲言又止 这时林奈也因为有事提前起身告辞 马美心中暗响 林奈似乎不知道公刚已经结婚的情况 但她似乎总是跟出轨缘分不浅 虽然多了和林奈重逢的意外 但后面的流程似乎没有改变 三人依旧拍了纪念版大头贴 也来到了小福工作的KTV 同学见面分外开心 马美想起上一世吃饱饭后小福赠送的薯条 这一世她隐晦地摸着肚子 告诉小福刚刚吃饭吃得很唱 已经什么都吃不下了 包间的位置也没有变化 三人进来后小美说 小福是不是在成人礼上演唱了粉雪 马美却告诉她小福唱的是《诗长的太阳》 粉雪是加藤演唱的 几人在选歌时敲门声响了起来 在马美期待的眼神中小福端着饮料走了进来 果然没有薯条 小福告诉三人第一杯饮料算是她请的 马美高兴地跳了起来 小福离开后她犹豫着向闺蜜们开了口 她告诉两人林奈的男朋友公刚 其实和自己在一个地方上班 而公刚实际早已结婚 听到这个消息闺蜜们大吃一惊 马美也坦白看到照片不清楚缘由 于是没有贸然开口 马美判断林奈可能不清楚公刚结婚的事情 因为在分享的照片中公刚并没有戴戒指 而上班时却时刻都戴着婚戒 三人觉得还是应该先告诉林奈比较好 于是几人开始寻找林奈的电话 马美也走出门向小福询问林奈的联系方式 成功要到电话后 她想起成人礼上肆意唱歌的小福 假装不经意间询问她过得怎么样 小福幸福地告诉马美 四年前离婚后不久和同事产生了感情 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一岁的孩子 听到这个消息马美也十分开心 小福放弃了音乐梦想并且过得很开心 她也由衷地替好友高兴 得到号码后马美成功地约出了林奈 但几人害怕事实太过残忍林奈会接受不了 于是三人打算模拟林奈知道真相后的反应 进行提前演习 由小夏扮演的林奈来到包间 马美和小夏开始进入正题 告诉了对方公刚结婚的事情 小夏扮演的林奈伤心地哭了起来 在几人的劝说下最终选择了分手 模拟顺利结束 三人提前避开了恋爱歌曲提前点好了歌 林奈如约来到了包间 朋友间的聊天结束 小夏使了个眼色 马美接到信号犹豫地开了口 她向林奈说出了事情 公刚是自己的前辈同事也已经结婚 林奈知道后有些吃惊地拿起了电话 马美还想继续劝说 没想到林奈却打电话给公刚 并大骂了对方一顿 三人看到林奈如此决绝不禁鼓起了掌 之后四人疯狂地唱起了歌 结束后也同样来到了便利店 虽然已经分手 但马美几人还是忍不住批判公刚 哄骗女孩子婚外情的做法 一定会让她受到惩罚 当看到林奈拿出纸巾时 马美想起上一世因为剪纸巾发生的事故 随后那辆上一世撞向她的卡车开了过去 林奈导致时间延喉 让她躲过了卡车 四人吃完东西坐上车准备回家 可车子开出不远有一个神秘女人 看着远去的车子出神 新的一周开始了 马美在上班途中还在想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哄骗林奈婚外情的公刚 这时她来到门口发现 公刚这次竟然自己打开了药房的门 不过很快她就发现 除了钥匙以外公刚没有任何变化 依旧让她觉得恶心 这天午休时以为比较轻松 马美决定去在办公厅工作室 偶尔会去的荞麦面店吃饭 在路上她遇到了明星拍摄电视剧 好奇的她走远了也转头看着现场 在路口时一辆车飞驰而过 马美再次睁眼又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 她立刻后悔因为自己的粗心导致死亡 不过流程还是一样 填写名字找到她的资料 马美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总是在三十多岁死亡 工作人员告诉她 根据概率调查发现她的死亡时间 主要集中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 这时她明白了过来 只要熬过大概率的死亡年龄段 很有可能会长命百岁 很快就到了转世的环节 这次马美觉得做了这么多好事 应该可以转世成人 没想到工作人员告诉她 下一世她是太平洋的大眼双线轻鱼 马美这次连照片都不敢看 虽然轻鱼也是动物 但比狮一兽是好了很多 她觉得大概是自己的功德还不够 当得知还可以重新来过积攒功德时 她坚决地选择了重活一世 就这样马美打开了右边的门 再次从婴儿时期开始来过 作为重活两世的她来说 婴儿时期还是非常无聊 没办法她只能按照第二世的顺序 慢慢展示自己的能力 而林奈爸爸出轨的事情 她也不得不解决第二遍 可至今她也没想到更好的办法 只能用第二世的方法再来一遍 面对早餐出现的轻鱼 马美顿时感觉有些下不去口 她暗暗下定决心 下辈子自己一定要转世成人 马美的第三世很快来到了14岁 艳妇情绪终于在这一世得到了改善 只不过听到朋友谈论电视剧 她还是会感觉有些无聊 初中时期她印象最深的事情 莫过于和三田老师的课堂对质 上一世她觉得没有发挥好 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反驳三田 于是在三田批评同学时 她坚决地站了起来 这次的辩论虽然以马美略胜而结束 但下课后依旧被三田约到了办公室谈话 马美对三田的操作十分震惊 却也只好对着同学小声道歉 除了这世的成绩稍有退步外 一切都和之前没有改变 真理依旧以第一的成绩当选了学生会主席 马美也很快结束了初中生涯 高中依旧是进入了女子高中 高中生活在她的记忆里充满着开心 毕业后也考入了和前两世一样的大学 不过这次她没有选择医药部 而是和第一世一样选择了文学部 大学的朋友也都和之前一样 只是偶尔会在食堂遇到她的前男友田边 在某天下课后田边走了过来 想要约马美和朋友一起去唱歌 包间里马美看着唱歌的前男友 想起了第一世两人的甜蜜不禁有些怀念 在她唱歌时田边也拿起话筒合唱 聚会结束后田边也因为送她回家 顺利地要到了她的联系方式 就这样两人的交集越来越多 在多次的聚会之后 田边忍不住在车里向马美袒露了心声 马美本不想答应 但想起她以后会成为食意销售 自己也对她还有感情 马美边点头答应了下来 虽然两人约会的流程都和之前一样 但马美还是非常配合田边的表演 为了杜绝第一世田边赌博的恶习 这一世马美总是在提醒她不要赌博 就连她没有上学 马美都会打电话质问 想要改变的马美让田边喘不上气 在交往一段时间后 田边向她提出了分手 18岁的成人李很快到来 在展会上那个举止怪异的男人上了台 也同样被人赶了下去 包剑李小福还是唱了那首《失落的太阳》 不同于上次听到小福梦想后的表现 这次马美也加入了夸赞的行列 大学毕业后马美选择进入电视台 她觉得只要制作出深受大家喜爱的电视剧 为大家带来开心和幸福 就一定会积攒很多功德 于是她独自一人留在了东京 电视台的第一份工作是综艺的实习人员 此刻她正和同事准备提词版 工作虽然辛苦 但一想到会积攒很多功德 她就浑身充满力气 综艺工作结束后 她被分配到了电视剧组 她参加的第一部电视剧就十分火爆 在剧组里虽然她是制片助理 但带领眼以及协调拍摄 大大小小的事都需要她来处理 前两世加起来近20年的工作经验 也让她在这份工作中表现突出 在电视剧杀青后 她也和女主角变成了要好的朋友 马美甚至还承诺 将来她成为制作人一定会邀请女主角参演 忙碌拍摄后的休闲时间 马美回了趟老家 三个好闺蜜来到了餐厅聚会 小夏和小美心疼马美忙得有些憔悴 随后小夏从包里拿出小时候的电视剧笔记 三人看着上面的记录十分怀念 就这样每次忙碌的拍摄结束后 马美都会回到老家和朋友家人聚会放松 在电视剧部一年半后 她参与了最喜欢电视剧的制作 主演编剧和作者都是夜内有过很多爆款的名人 怀着让这部剧爆火的心态 除了马美所有人都是十分有干净 因为她早就知道这部剧会大火 就在她处理工作时一个女人走了过来 马美认出了这是自己的小学同学小将 当得知对方在剧组做化妆师 她十分惊喜 毕竟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有一个认识的人 会觉得没那么孤单 两人立刻相约喝下午茶 聊天中马美得知小将参与了不少电视剧 她十分佩服 她默默地看着眼前的小将 除了抽烟染发和纹身 那个开朗活泼的小将似乎一点也没变 很快电视剧开机两个月后取得了初步成功 大家对此决定拍摄续集 马美沉迷工作时妹妹发来了短信 她这才想起爸爸的生日快要到了 可这一世她正在东京 该怎么拯救在地铁上被冤枉的三田老师呢 马美说服自己电视剧要拍摄到深夜 而且三田也是自己十分讨厌的老师 她决定撒手不管 可她想起三田曾说过自己的妻子刚刚怀孕 一番纠结之下马美查看了拍摄计划表 在她精准的计算之下 所有人的开工时间都进行了提前 她开始按照计划通知所有人进行拍摄准备 正当所有眼职人员就位准备拍摄时 一个道具突然接触不良无法工作 幸好摄影师提出 将坏掉的道具切出画面才让拍摄继续进行 不料男主角又因为堵车无法顺利到位 马美只好找到外景部的负责人 为男主角选择了一条不堵车且便捷的小路 就这样男主角在规定时间顺利到位 顺利拍完后收工时间竟提前了三个小时 马美利用这段时间逛街为爸爸买了礼物 列车上她看着电车的时间出神 她依稀记得上一世乘坐的电车是九点左右 可九点左右的车次有三班 仔细想了想她决定提前到车站等候三天 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累 还要来这里帮自己讨厌的老师 正在她等待的时候遇到了好久不见的同学小静 因为心里装着事 对于小静的对话她也有些敷衍 小静向她吐槽小福不切实际的音乐梦想 马美想了想鼓起勇气打断了小静 对方也意识到她正在等人 约定了下次出来再聊后便互相说了再见 这时目标人物出现 马美急忙追了上去拦住了三田 她想让三田错过这趟班车 集中生智的她决定邀请老师喝茶 不料三田却拒绝了她 眼看着对方越走越远 马美立刻冲进站台 装作巧合地告诉三田自己也坐这趟电车 车厢里她故意带着三田到更拥挤的车厢 虽然三田的唠叨让马美有些无聊 但窗外出现的事故也让她松了口气 上一世猥亵的人被警察抓了个正招 任务结束她礼貌地跟老师说了再见 当她拿着礼物突然出现在家里时 父母和妹妹都显得十分惊喜 她提出想要妹妹送自己去车站 不料全家人一起出动 在车里欢欢笑笑地到达了车站 一转眼马美已经在电视台工作了五年 这么多年大家都学会了摸鱼上班 而两个独自在东京打拼的好朋友 也时常约着一起逛街吃饭 两个在同一公司工作的朋友吃饭时会聊什么呢 那一定是吐槽公司和工作 中午小将刚吐槽 设置组围着演员介绍自己的行为很蠢 下午马美就加入了介绍自己的行列 综艺录制开始 很明显即使大家都介绍了自己 男演员依旧记不住所有人的名字和职位 一天天过得十分忙碌充实 这天马美在家收拾衣服时 接到了闺蜜们的电话 根据指令马美来到了窗外 看到了临时开车来找自己的闺蜜们 闺蜜们见到马美十分兴奋 还吵着要一起睡地板 马美泡好茶后发现了小夏身后的零食 小夏大方承认这是带给马美的礼物 接着她拿出零食放到了桌子上 三人吃着零食开心地聊着天 小夏遗憾地说认识的人里只有马美生活在东京 马美却说小学同学小将 现在跟自己是同事 看似没有营养的聊天 却吹散了马美身上的疲惫 第二天一早用早饭时 马美注意到小夏正在用茶水服药 纠正了小夏的用药后想起来 上一世她发现了外公的药有问题 才顺利地救下了外公 作为有着三世记忆的她来说 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 于是在周末她和妹妹一同去了外公家 不出意外发现了外公正在服用两种不同的药 她立刻用参演过医疗具有经验为理由 让外公暂停用药 来到药房时她拿起了那本杂志 发现前男友竟然变成了酒益销售 和自己交往仅两个月就损失了一个亿 她顿时有些无语 在电视台的工作十分顺利 并在一次跟第一次参与制作的女主角一起合作 两人甚至还私下一起吃饭 关系变得越来越好 在马美进入电视台的第七年 她成为了正式制片人 她开始策划电视剧企划书 很快以她为原型地重启自己人生的励志女性故事 顺利通过了企划 接下来她开始不断开会丰富剧本 编剧们认为早期剧情平平无奇 应该增加一些拯救世界的环节 就这样原来她的重启人生变得面目全非 在剧本讨论的过程中 让她想起上一世毫不知情成为第三者的林奈 这次她依旧要阻止对方 但这一世她并没有在药房上班 很难通过告诉林奈对方已经已婚来阻止她 正当她头疼不已时 电视里传来了确定新年号的新闻 她突然想起在聊天中 林奈说自己正是在确定新年号那天 在孟安吃饭时遇到的公刚 马美决定在那天阻止林奈去孟安吃饭 接着她想起上一世是小福告诉了她林奈的联系方式 于是她打了几通电话询问小福的电话 不料很多人都没有小福的电话 接连受挫的她只好打起精神工作 由于是自己第一部电视剧 马美对此十分上心 除了确定摄影棚和道具的琐事外 还接到了很多艺人公司送来的简历 在正式开机还有一个月时 她抽空回了趟老家 来到了遇到小福的那间KTV 当得知小福不在店里时 她只好请求女服务员向小福打去电话 服务员尴尬地拿出手机去了门口 不料小福没有接电话 马美只好暂时离开 就这样搜索回到了原点 她看着同学录的照片 只好装傻给小静打去了电话 小静在电话中告诉马美他们已经离婚 马美坦白地说自己联系小福 只想要得到琳奈的电话 幸运的是小静保留了琳奈的电话 这让马美喜出望外 同时也在心里后悔 应该直接问她有没有琳奈的联系方式才对 得到号码的她立刻给琳奈打去了电话 她先是和琳奈聊着家常 接着提出想要见一面 可那天琳奈已经有约 马美心想可能是那天琳奈被放了鸽子 才独自一人到孟安吃饭 她决定那天提前到孟安等待琳奈 等待是一场漫长的战争 于是她点了一份套餐边吃边等 一份套餐让她吃得有点撑 可甘坐着又不太好意思 马美只好不停地点着小食 正当店里人越来越多是琳奈走了进来 马美立刻叫住了她 俩人顺理成章地坐到了一起 马美开始想办法阻止两人见面 琳奈提出请马美吃饭 无法拒绝好意的她只好又点了一份套餐 这时公刚走了进来 马美立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阻止他们见面 不过饭后琳奈似乎并不想离开 聊天时他们还是被公刚注意到 马美心想这次她在这 两人应该不会再有机会私下交流 坐了很久后 琳奈提出想要再喝一杯饮料 可马美一转头发现 公刚此刻并不在位子上 向茶水区看去发现 琳奈和公刚正在交换联系方式 她大喊一声不好连忙跑过去 无奈还是被公刚得逞 两人在路口分开后 马美开始想新的办法 想来想去她决定亲自去阻止对方 第二天一早 她很早就出门来到了药房 她礼貌地敲开了公刚的车窗 询问对方是否可以占有她一点时间 同意后她快步跑上了车 上车后她立刻凶狠地询问 公刚和琳奈是什么关系 还拆穿了公刚已经结婚的事实 公刚听到这话有些尴尬 急忙解释她只是把琳奈当做妹妹 马美威胁她不要再接近琳奈 临走时还大声地告诫她 以后提前到店的话用自己的钥匙开门比较好 在公刚迷茫的眼神中 马美霸气地离开了现场 一部电视剧除了要跟工作人员对好流程 还要根据演员的资历确定范围 马美最近都在因为这件事头疼 在她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搞定范围排序 这时她接到了小福的电话 见面后才发现两人已经九年没有交集了 马美面对同学的到来心情非常开心 在她侃侃而谈时小福告诉她 自己已经离婚 不过她已经交往了一个新女友 是工作时认识的同事 马美好奇地想要看一下新女友的照片 当小福找出照片马美才发现 女孩竟然是当时在KTV里的女孩 看着小福和之前一样的人生 马美暂时放下心来 随后小福拿出自己的唱片递给她 告诉马美她已经离开公司单独工作 现在在尝试歌唱和演艺两条路 小福尝试着问马美最近是否在筹拍电视剧 马美心里顿时觉得不好 果然下一秒小福就递来一张名片和简历 希望马美有机会可以考虑她 马美只好尴尬地答应了下来 很快就到了周末 小美和小夏跑来东京和马美一起聚会 三人还是说着没营养的话题 马美从弄脏手要去洗手 说到小福递给自己一张唱片和演员简历 说到这马美立刻找出唱片放了起来 可惜三人实在欣赏布莱小福的演唱风格 尴尬地听了一会后马美按下了暂停键 经过一年的筹备 马美的首部电视剧作品终于开拍 她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当上制片人后选择当初的女艺人作为自己的女主角 她看着监控器里自己人生改编的电视 一时有些感慨 就在她以为拍摄会顺利进行时 男主角的经纪人打来电话 告诉马美男主角在其他工作地方暂时回不来 马美联系了设置组后得知无法改期拍摄时 她开始紧急想办法更改流程 最终决定先用替身的背影代替 可无奈找了很多人都不合适 就在这时拿东西的马美 发现了小福的演员简历 询问过同事后她打电话喊来了小福 化完妆后小福的形象和男主角非常符合 拍摄非常顺利地结束了 出于礼貌 马美为小福叫了一辆车 当她返回休息室 发现小福在和女主角聊得火热 还送出了她的唱片和名片 事后马美还发现 小福还为今天的客串发了照片宣传 可因为是朋友马美只好当作没看见 很快第一集开播的日子就要到了 她立刻约了好闺蜜来家里一起看电视 下班时她在路边看着预告 丝毫没有注意旁边刹车失灵的货车 马美惊醒后发现自己又来到了那个熟悉的地方 她气愤地跑到咨询处 按照流程写完自己的名字后 工作人员找到了她的简历 马美环顾四周询问对方有没有电视 她告诉工作人员今天是自己电视剧开播的日子 能否通融让她看一集 工作人员干脆地拒绝了她 无论马美说什么她都不同意 没办法马美只好问她下一世自己会成为什么 工作人员告诉她下一世 马美会成为北海道的子海胆 看着照片上的海胆料理 马美好像遇见到了自己命运 止不住的嘀咕实在太惨了 这时工作人员告诉她还可以再来一次 于是马美坚定地走向了重生的那扇门 走到一半她提出不想从刚出生开始经历 想要从十几岁的时候开始 果然又遭到了拒绝 就这样马美的第四遍人生正式开启 她暗暗下定决心 这一世一定要积攒足够的功德 上幼儿园后她制止和帮助了上一世没有在意的事情 同样也制止了老师和林奈爸爸的婚外情 不过前几次的计划都十分费力 这次她决定主动出击 告诉老师她手里拿的是林奈爸爸的电话 听了马美讲完有人破坏别人家庭的故事后 她立刻撕掉了那张写着林奈爸爸号码的纸条 经过那晚的事情 果然两人见面也没有过多焦急 马美顿时觉得自己早就应该这么做 很快她的第四遍小学生生涯开始了 前几世都在吃学习的老本 这次她决定好好学习为将来做准备 于是她把玩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 但这个代价就是在小学时 与小夏和小美产生了距离 回到家的她越想越难过 她决定来到三人曾经聚会的地方 到了公园 马美果然看到了两人 她鼓起勇气走了过去 提出可不可以和他们交换贴纸 同意后她拿出了最爱的贴纸本做了过去 马美沉浸在重新收获友谊的喜悦中 突然她发现小夏和小美送给了自己两张稀有贴纸 可他们却在马美的贴纸本上 选择了两张完全不对等的普通贴纸 马美这次才意识到两人是在对自己表示客气 三人聚会完在岔路口分开 马美看着昔日的好友们 一股伤感涌上她的心头 活了四世的马美又迎来了她的青春期 这次她对父亲的烦躁依旧没有减少 但由于小学时候没有和小美小夏成为好朋友 所以在初中时三人关系也只有见面打招呼而已 为了忘掉这种被抛弃的感觉 她只能拼命学习 终于她成为了全校的第一名 购物大楼建好后她故地重游 只是这一世从三个人变成了一个人 马美在商场里看到曾经的朋友们一世有些难过 突然真理叫住了她 在真理的邀请下两人一起拍摄了大头贴 回家的路上两人说说笑笑 零分别是真理询问马美 回学校后两人还能不能做好朋友 看着平易近人的真理马美也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马美在这一世拥有了新的好朋友 由于马美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这一世她代替真理成为的学生会会长 毕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选择了重点高中 这天在家她发现报纸上 报到了一名教授的医学贡献 她意识到选择医学救人应该可以积德 于是在大学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医学部 并独自一人在东京求学 第四次成人礼上她独自一人走在路上 看着初双入队的小夏和小美 孤单的情绪再次弥漫在心底 远处的真理看到后笑着叫住了她 时隔五年两人再次相见 成人礼上的意外不出意外地发生了 结束后两人也应同学的邀请来到了KTV 固定节目和固定话术都没有变化 马美觉得有些无聊便走了出来 没想到在外面竟遇到了同样觉得无聊的真理 真理犹豫着想要直白地告诉小福 她其实并不适合走唱歌这条路 可马美怕这些话影响小福未来的生活和幸福 急忙打断了真理的想法 在她的劝说下真理也决定将话憋在心里 只是她没看到在分开时 真理饱含深意的眼神 回到包厢的马美选择和小夏小美坐到一起 这是多年后三人再次相聚 虽然小夏和小美只是处于礼貌的交谈 但马美还是感觉很幸福 为了积累更多的福报 马美在进行了两年的临床实习后考上了研究生 她立志要成为一名科研医生 在忙碌的研究下也没有忘记拯救三田老师 这次她同样在站台遇到了小静 两人的对话和上次没有任何差别 但这次马美选择说实话 她劝说小静考虑离婚 这时三田老师也走了过来 她装作不经意地叫住了对方 马美一看时间还早只能拉着小静当借口 让三田开导一下小静 三人选择了附近的一家茶馆 三田劝说小静不要轻易提出离婚 夫妻之间有什么事还是谈一下比较好 马美生怕因为三田的话小静会打消离婚的念头 所以在聊天中总是不经意希望小静再考虑下离婚 眼看时间到了 于是马美打断了三田 一晚上既拯救了三田又没有改变小福的未来 还完成给父亲生日礼物的支线任务 马美此刻觉得非常骄傲 但重活一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阻止外公继续服用两种对身体有害的药物 马美坐着妹妹的车回到乡下 路上妹妹询问马美是不是在过第二遍人生 她突然愣了一下 妹妹接着说如果不是第二遍人生那实在太不合理 从小到大姐姐都是第一名 因为她自己从小也被老师给予厚望 马美问妹妹如果自己真的重活一世 她最想要知道什么 没想到妹妹却说她想要知道自己跟谁结婚 到外公家后马美利用自己的专业 成功地让家人信任了自己 下一个任务是阻止林奈和龚刚见面 她提前来到饭店蹲点 可还是让龚刚钻了空子 没办法她只能再次起早到药房解决这件事 这次的谈话马美对龚刚毫不客气 甚至有拿她当初气筒的意思 回到东京后马美成为了正式的研究员 实验室里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科研成果 但实验总会有意外 马美凭借前几世的抗压能力成功地扛了过来 在研究室她也找到了自己的吃饭搭子 和之前一样吃饭时 前辈和马美都会吐槽自己看不惯的事 三年的时间马美的研究依旧没有进展 她决定暂时回家放松一下 没想到赶上了妹妹要带男友到家里做客这件大事 爸爸对这件事十分紧张 甚至不知道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马美劝她心态放松些 衣服就选择平时普通舒服的就好 第二天爸爸果然选择了最简单的衣服 一套正式的西服和衬衣 初次见面彼此都十分紧张 更让爸爸意外的是这个男生 竟然是到家里帮小瑶安装柜子 休假结束回到东京的马美继续进行研究 就这样她平平安安地活到了35岁 这也是四世以来活得最久的一次 但很可惜这么多年 她的医学才有一点点进展 终于在医学网站发表了自己的论文 晚上同事聚会庆祝她论文发表 马美看着眼前的海胆一口吞了下去 她暗暗下决心下辈子一定不会成为一只海胆 很快小瑶的婚礼也到了 这是她四世以来第一次看到妹妹出嫁 她看着穿婚纱的妹妹 想起陪着妹妹长大的时光不禁流下了眼泪 难得的假期让马美约到了真理 聊着聊着两人遇到了小夏和小美 虽然见面打招呼但很明显 小夏和小美对两人十分拘束 匆匆地说了几句后 他们便去了其他桌子 马美忍不住问真理 如果自己邀请他们坐下 他们两个会不会答应呢 正当马美难过时 真理拿出了两人拍过的大头贴 真理说当时看到马美的背影 有一种不同于同龄人的忧伤 所以她想知道 马美这是第几次了呢 真理的问题让马美有些不知所措 她告诉马美这已经是自己的第五遍原生 马美也坦白这是自己的第四遍 讲出心中的秘密让两人都松了口气 真理还说为了确定她曾多次试探马美 马美却说她应该多给自己一些提示 比如第几次就用手伸到相应的数字放到嘴边 真理却觉得这实在有些奇怪 有着相同经历的两人总是有很多话题 马美想要知道真理前几次都是什么 真理说第一次她是威地马拉的白蚁 马美立刻想起自己第一次正是一只专门吃白蚁的诗意兽 所以当真理问自己的时候 她只能敷衍地回答也是一个和白蚁有关的动物 马美又问真理她是因为想成为人所以才不停投胎吗 真理说这只是一小部分原因 这时她反问马美对自己是什么印象 马美却说她的印象里真理一直是优等生 真理听完后讲起了她的故事 第一是她的成绩只能算中等偏下 而最一开始她和马美还有小夏小美四人是最好的朋友 小学时因为都很喜欢电视剧 于是他们组成了电视剧讨论小队 在商店买了漂亮的贴纸 四人也会彼此进行交换 升入初中后四个人也是形影不离 就连大头贴也是他们一起去拍的 升入高中后虽然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学校 但毕业后已有时间还是会出来旅行 成人李时那是她第一次见到在礼堂里捣乱的人 结束后他们同样一起来到了KTV 在包间里她注意到了小福 从那以后两人就进行了正式交往 小福在广场唱歌她就蹲在一旁崇拜地看着 后来两人因为小福出轨小静而分手 虽然第四世的马美非常吃惊 但真理却说小福出轨这件事还是朋友们告诉她的 于是真理便把小福叫来了包间 狠狠地出了口恶气 后来小福和小静结婚离婚 后面的事情就和马美经历的一样 从职业学校毕业后真理进入了幼儿园做老师 虽然工作很累但彼此还是会进行聚会 可过了不久发生了一件悲伤的事情 这时真理提出换一个地方继续聊 于是两人来到了曾经那个KTV包间 在马美的追问下真理说道 有一年小夏和小美出去旅行 在高空飞行时和空间碎片相撞发生了空难 虽然他们都很难过 但还是决定带着小夏小美的幸福活下去 四个人变成了两个人 直到真理62岁那年去世开启第二遍人生 再次重启人生真理十分想救下好友 一开始她认为只要救下好友就可以 可那样飞机上其他旅客就会因此丧命 于是她决定作为飞行员拯救全飞机的乘客 但第一是她的成绩只是中下等 所以第二是她只能认真学习锻炼身体 从而错过了和他们成为好朋友的机会 马美听完真理的话十分心疼 真理说自己好不容易成为飞行员 马美又在33岁这年去世 接着真理责怪都是因为自己马美才会出现意外 因为在第一是14人一起去过便利店 只不过在离开时 她因为去洗手间让马美多等了一回 所以才错过了货车 但第二是她没有出现所以马美就出了车祸 马美的离世让她备受打击身体越来越差 同时也没能阻止飞机的起飞 就这样到了第三是她早早来到便利店 想要阻止马美发生意外 却不成想林奈也在场 由于他们在便利店呆的时间够长 所以错过了货车 可无奈的是第三是和第四是 她都没能阻止飞机起飞救下好友 于是她又选择了重活第五是 这次她非常有信心能够救下好友 快离开时真理提出要去一下洗手间 马美看着迈着轻松不乏的好友 眼神里流露出了心疼 她心疼真理这么多事都独自一人默默承受 后来的几天两人又回到了商场拍摄了新的大头天 还重新走了一起走过的路 真理和马美约定等飞机这件事顺利解决 一定要把小夏小美约出来一起唱歌 分别时马美也在内心祈求 能够让四人早些团聚 回到东京后马美的工作没有任何变化 就这样一个月后她收到一条新闻 国际航班在太平洋上空失联 她立刻有种不祥的预感 但想起真理说飞机起飞是在明年她又有些犹豫 保险起见她还是给真理打去了电话 不料电话却关机无法打通 就在焦急的等待中她的预感真的应验了 马美在葬礼上遇到了小将和小福 知道实情的她内心更加沉重 回家的路上她路过那条分叉的隧道 想着和朋友们的一点一滴 眼泪总是想不自觉地流下 这件事给马美的打击很大 从那天起她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 这天下班时一个女人喊住了她 马美转头一看竟然是第一室在办公厅的同事和口 和口见到马美十分亲切 甚至毫不在意地对马美说她也是重来的 更让马美想不到的是和口竟然重启了八次人生 出于礼貌马美邀请对方来到家里做客 当得知和口一直在重复自己第一室的工作时 她坦白一直重复会有很多类似 虽然自己一直想换一种人生 但又很害怕出错无法挽回 和口听到马美讲述她的发小坐着航空的工作 她表示十分羡慕 一转眼马美的人生来到了39岁 可某一天在回家的路上 装修材料不小心掉了下来 马美再次睁眼看了下周围 习惯性地来到了问询处 工作人员也重复着前几次的动作 确认完信息后工作人员告诉她 她下辈子会投胎变成人 马美松了口气 当她慢慢走到投胎那扇门前 她又跑了回去 询问工作人员能否再重来一遍原生 工作人员看后回答她 还有最后一次重启的机会 顾不上许多马美打开重启的那扇门走了进去 马美的第五是来临 这次她不再想怎么为投胎成人机更多的功德 也不是为了下辈子 而是为了把这一世过得更好 在幼儿园看到同学吃有毒的花蜜 善良的她还是会上前提醒 在办公室会提醒老师扔掉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 甚至在教室将公刚事已婚男这句话交给林奈 并告诉林奈这是获得幸福的密码 重生的第七年马美升入了小学 在入学典礼后她遇到了从教室出来的真理 两人四目相对 马美伸出一只手放在脸颊旁 而真理也伸出六个手指头 经过交流得知这是彼此最后一次重启 随后真理向马美道歉 航单明明是一个月后自己却骗她是一年后 只是因为不想让她太担心而已 马美早已知道真相于是并没有放在心上 反而询问真理为什么上次会失败 真理说因为她的级别只成为了副机长 在申请航线时机长拒绝了她的请求 这才导致了失败 不过真理并没有气馁 她决定这次再快一点成为机长 这样就可以改变航线拯救好友 马美听后坚决地告诉真理 她决定跟真理一起成为机长 两人一起驾驶飞机成功的几率会更大 有着共同目标的两人开始进行计划 飞行员计划要15年 按照常规两人是不可能在飞机出事时成为机长 真理认为他们要在29时成为机长才有可能 成为机长后还要进行打点才有可能排到这架飞机 紧密的计划让马美也紧张起来 在真理的指导下她从小学就开始接触飞行知识 同时还和真理一起锻炼身体 就这样两人年复一年的学习锻炼 终于在这一世离好友们更加遥远 虽然马美和真理努力地想要融入他们 但交换贴纸时很明显小夏和小美对两人十分客气 四人再次走到岔路口 虽然真理的家和马美不是一个方向 分别使真理选择和她一起走 小夏和小美心生疑惑却也没有说出来 事后真理告诉马美 她选择不同的路是怕好友们尴尬 黄昏的阳光洒在两个小心翼翼的小人身上 这比任何时候都令人伤感 第五遍的初中生活 马美和真理依旧保持着第一第二的成绩 和第四是没有什么差别 初中高中都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但大学时马美选择了国立大学的工程部 虽然两人在不同的大学 但有机会还是会凑一起讨论学习 第五遍的成人里两人再次见到捣乱的男人 内心也不再有任何波澜 由于这是彼此的最后一事 他们尽情狂欢享受着最后一次的成人里 大二时两人按照计划参加了飞行员考试 这部分对于从小学习的两人来说轻而易举 从小锻炼身体的优势也在这时显露了出来 通过健康检测来到了最后一项模拟飞行 模拟仪器在真理不断重生改良后 精密程度不亚于真实模拟器 这一关卡马美也顺利通关 在面试时考官询问他为什么想成为飞行员 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也早已烂熟于心 同时想起真理曾画出的考官样貌 看到真人他内心非常吃惊 两人顺利考入了航空学校 但航空学属于寄宿制 每个新人都会和一个前辈住在一起 不过马美早已将这些记在心里 所以很轻易地就让合著的前辈喜欢上了他 很快马美就迎来了第一次飞行 虽然他经常在家玩飞行模拟的游戏 但第一次他还是稍微有些紧张 经过了多次的学习和考试 他们终于迎来了入职面试 通过真理前几世积累的经验 马美抓住是考官中村机长同乡的话题 在考官们心中留下了完美的印象 毕业后两人成功地入职了航空公司 虽然忙着考试 但该做的事情他也没有忘 只不过这次变成了他和真理一起拯救三田老师 给爸爸送去生日礼物后 开心的他还跳起了舞蹈 拯救外公的任务他也没有忘记 这次当妹妹问姐姐是不是第二遍人生时 马美开心地反问妹妹想不想知道 未来的结婚对象是谁 在妹妹好奇的眼神下 她告诉小姚 她的未来老公是一个很像爸爸的人 在外公家马美利用自己飞行员 学习身体管理的理由 成功地让外公换了药品 回老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 那就是阻止林奈成为公刚的情缘 吃饭是公刚到茶水区接水 马美使了个眼色后 真理拿着杯子也来到茶水区 餐桌上林奈毫无察觉地聊天 茶水区真理来到公刚面前质问 她为什么摘掉戒指 还警告她不准和林奈扯上任何关系 所有的任务完成 两人也在28岁时迎来了为期半年的机长训练 成功地在29岁当上了机长 他们还因为太年轻成为机长而上了报纸 看到报纸让马美想起 上一世她发现了某种可能导致多种疾病的细菌 还完成了相关论文 但这一世她没有选择医学 也就没办法发现这种细菌 这就可能导致原本可以获救的人无法得到救治 马美心烦意乱地想了很久 在休息日这天来到了大学的食堂 她想要提醒前辈研究一下这种细菌 但想了几种搭讪方式都放弃了 于是她决定先看一下网页的论文 没想到打开后发现 竟然有其他人进行了这种细菌的研究 她顿时松了口气 某天马美和真理回到老家休假 在广场上遇到了还在追逐唱歌梦想的小福 小福告诉他们她已经和小静离婚 也和工作上的同事组成了家庭并且有了孩子 这次是最后一次到广场唱歌 也算是为自己的梦想画一个句号 这时小福提议希望两人再听她唱最后一首歌 听着歌三人的内心都有着不一样的想法 没想到还没唱完警察就打断了三人 小福匆匆结束了最后一场演唱会 回到公司的两人在工作和人际关系上都十分顺利 在她35岁那年迎来了小姚的结婚典礼 再次看着妹妹结婚 马美依旧十分感慨 距离初试航班还有两个月时 他们提前找前辈表达了换班的想法 前辈也同意会尽力安排 但在两人离开时丝毫没注意 有个陌生男人一直盯着他们 过了一段时间马美和真理又来到了餐馆 上一世他们就在这里遇到了小夏和小美 这次他们决定如果还遇到两人的话 一定要邀请好友一起同桌 小夏和小美果然如气走进了餐厅 在两人的邀请下他们也答应了下来 马美和真理面对昔日的好友十分兴奋 他们十分珍惜最后一世的见面聊天 一直不停地聊着儿时的事 有了好朋友的陪伴 马美觉得这是五世以来最令她开心的时光了 聚会结束真理和马美还沉浸在兴奋中 这也让他们更加坚定拯救好友 距离航班起飞还有三周 马美吃惊地看着最新的排班表 那趟航班的机长竟然换成了中村 他们立刻找到前辈询问情况 前辈却说中村的行程他无法更改 只能向两人表示抱歉 面对突发情况马美十分头疼 没办法他来到中村面前请求更换航班 却得到了对方的拒绝 一时间沉闷的气氛笼罩了两人 最后真理提出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给中村机长下毒 马美对真理的提议表示惊讶 随后真理解释并不是真的给中村下毒 而是让他在那天身体不舒服无法驾驶飞机 于是两人商量由马美负责制出 类似于食物中毒的药物 第二天一早马美再次来到办公室 想再争取一下驾驶飞机 无奈对方以资历声拒绝了他 出门时他遇到了中村 他立刻跟上去想要和中村商量一下 却被中村狠狠地骂了回去 经过这几次努力 他们决定采用非常手段 下班后两人在家里规划路线 两人计划中村在休息室喝咖啡时 真理进门假装和机长商量航线和天气 马美趁其不备在咖啡中加入药物 药物会让中村生病大概半天的时间 这样两人就会以机长和副机长的身份驾驶航班 在飞机起飞 当天两人按照计划进行 当马美紧张地拿出药物时 一名空姐叫住了他 马美抬头一看竟然是河口 河口解释他听了马美的话 也认为应该挑战一下新事物 于是面试了空城 马美对河口的长篇大论显然没听进去 他紧张地等待着中村走进休息室 这事河口神秘地告诉马美 昨天中村拜托他照顾一下机舱的一名乘客 后来他调查了一下 发现那名乘客竟然是中村的情人 虽然他对别人有没有出轨并不在意 但前几时自己在办公厅工作时曾遇到过中村 甚至还遭到了对方的谩骂 这次他决定匿名举报对方 果然今天就取消了中村的飞行 河口得意洋洋地坐在凳子上笑着 马美确认河口说的是真的后兴奋的手舞足蹈 同时他也接到了排班前辈打来的电话 得到好消息的马美开心地拥抱了河口 就这样两人顺利地成为了这趟飞机的驾驶员 当他们迈着坚定的步伐准备登机时 那个陌生男人拦住了他们 男人告诉两人自己是时空穿越者 希望马美可以更改飞机航线 他爱的人乘坐这架飞机后撞毁 通过调查得知飞机和时空碎片发生了撞击 重活一时他决定来到机场和机长说出事情 一开始男人还怕对方不同意 没想到真理打断了说话的男人 并告诉他他们也打算这么做 因为他们也是因为这件事才选择了重启人生 虽然有些小意外 但他们还是顺利地登上了这趟航班 在起飞不久后真理申请了更换航线 随着马美操控把手两人完成了任务 开启自动驾驶后 两人感慨地猜着下一世会成为什么 这时马美和真理发现了不远处降落的空间碎片 飞机最终顺利降落机场 真理和马美沉浸在完成任务的喜悦中 突然听到了小夏和小美的声音 有着几世有情的四人在机场相遇 他们拿出了各自拍摄的大头贴 小美将两张合到了一起 旅行中四人的感情快速升温 回到日本后马美和真理辞掉了机长的工作 她还是回到政务厅做了和第一室一样的工作 一转眼马美已经到了40岁 妹妹小瑶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不过每天早晨迟到 马美还是会让妹妹送自己上班 在路过路口时 他们还遇到了做着保育员工作的真理 让马美没想到的是在这里她又遇到了河口 河口因为太忙和时差辞去了空城的工作 回到老家四人一直保持每月聚会的习惯 这次的聚会赶上了马美的生日 朋友们不仅送上了生日礼物 还为她准备了烟花蛋糕 马美嘴上说着丢人蛋还是配合的拍照留念 酒足饭饱他们提议进行下一个行程 可无论是唱歌还是打台球都被否决 最后没办法只能再次选择唱歌 小福依旧在KTV门口的柜台里坐着 由于他们经常来唱歌 小福对他们已经非常熟悉 快速开好包间后 小福也拿着饮料和薯条走了进来 无论来多少次赠送薯条 已经变成了必备节目 四人边吃薯条边觉得无聊 小夏提议多点同学大家一起聚会 很快许久不见的同学都来到了包间 就像是当年成人礼那晚一样 大家都聊着彼此的近况 无论过了多久感情似乎都没有变化 聚会持续了一整晚 结束后四人走在上学时候的小路 那条路没有变化 而四个人的友谊却越来越深 一眨眼58年过去 一直没有结婚的四人住进了养老院 还像年轻的时候一样一整天都腻在一起 唱歌聊天好像有做不完的事 马美和朋友们一直待在一起 直到寿终正寝 几年后小瑶拄着拐棍站在路边 和孙女一起看着电线上并排站着的四只鸽子 无论下意识成为什么 只要和朋友们在一起就会很幸福 至此故事结束 这则故事和书香歌本频道的属性似乎有点不符 但因为这则故事的创意来自世界奇妙物语 2012年秋之特别偏重的来世不动产 所以书香歌还是决定做了 这则故事有哪些瞬间打动你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 我是书香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